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意味着用良心做事的人就是傻 因为那些靠小聪明赚到钱的人 他们的钱来得快 去得也快 在古代 一个财主有两个儿子 他去世前把财产分成两份 大小儿子各一份 让他们拿着钱去做生意 大儿子是个很有想法的人 而小儿子就比较憨厚 一段时间后 两人确定各自要做的生意了 大儿子准备卖米粮 而小儿子则开了街面馆 有次全城闹饥荒 大儿子手中还有很多粮食 就故意抬高价格卖出去 尽管人们怨声载道 但他也不理会 还因此赚了一大笔财 而小儿子因为饥荒少了很多客人 但他也没有着急 反而看到灾情严重 便每天开设粥棚 给穷人施粥 灾情过去后 大儿子坏了口碑 人们宁愿去原点的地方买米粮 也不买他的 而小儿子积攒了好的口碑 大家都爱去他的面馆吃面 几年后 大儿子因为生意不好 改行了 而小儿子的面馆依旧红火 孟娇说 山中人自正 路险 心意平 用良心做事的人 无论人生路有多么的艰险 都能做到心中坦然 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 用小聪明得到的利益 只是一时的 只有用自己的良心做事 收获的利益 才是长远的 在生活中 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如果因此算计别人 就是损害自己的德行 俗话说 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人越算计什么 就越要失去什么 经常算计别人的人 最终都会算计在自己头上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次 释迦牟尼走在街上 迎面而来的是一个 很讨厌他的人 那人很早就看不惯他 还经常在暗地里诋毁他 他看到释迦牟尼后非常生气 甚至想立即打他一顿 于是那人临近一动 用一个木桶装了一些沙土 准备泼向释迦牟尼 很巧的是 这时天空乌云密布 刮起一阵大风 泼出去的沙土 全部飞向那人身上 那人落得个满头土灰的下场 他气得满脸通红 十分狼狈 很多路人看到后 都用嘲笑的目光盯着他 那人待不下去了 赶紧丢了木桶 跑了 很多时候 在算计别人的时候 也是在算计自己 就像用手指着别人时一样 当你有一根手指指着别人时 而另外三根手指指着自己 有句话说 算计莫过头 过头天批收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一个人总想方设法去算计别人 费尽心机去陷害别人 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得行好的人 遇到再难的难关 都不会算计别人 虽然可能会吃亏 但他们一定会笑到最后 人们常说 阴险是通向危险深渊的不归路 深以为然 做人可以精明 但不能阴险 精明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阴险是损害别人的利益 诗人都说 王熙凤是最阴险 但其实不然 最阴险的人是 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 王夫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故意让亲侄女王熙凤做管家 帮助她掌握贾家的经济大权 再借王熙凤的手 干尽坏事 她一步步架空贾母的势力 抬升自己的地位 在人前 王夫人痴斋念佛 表现自己悲天闽人的菩萨心肠 背地里却为了保全自己 逼自己的亲信跳井 她把人性的险恶 表现得淋漓尽致 用《红楼梦》里的话来说就是 她无财无德 害过人命 所以无后 最后 她的结局十分悲惨 阴险的人却是道德 失去做人的底色 人品 有德的人 走哪都会受到别人尊敬 无德的人 走哪都会受到别人的厌恶 俗话说 人有德行 必有福气 拥有好结局的人 往往都是有德行的人 阴险的人 获利只是一时的 有德的人 获利是一世的 精一点 是为了不上当 是自保的方式 阴一点 是为了更多力 是伤人的方式 在这世上 没有不透风的钱 阴险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做人 只有把良心 放在第一位 把人品 作为自己的底色 才能把人生之路 越走越好 越走越宽 文学家 深寒光说 行一件好事 心中泰然 行一件歹事 轻隐爆愧 人的一生 可以没有很大的成就 可以不留名千石 但一定要过得心安 在生活中 过于算计别人的人 都不会过得很好 只有那些 德行好的人 才能笑到最后 这一辈子 想要站得稳 走得远 就必须以好的德行 作为基石 无论做什么 都不伤害别人 这样的人生 才是真正的好人生 好了 今天和你分享的文字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文章底部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